翻到你的239 应该就是第14个字了 还是第13 要第13吗 要第14 那我们就看第14 第14个单字叫majority 这个字等下你们会上到 它其实本身的意思叫大部分 可是这个大部分你备注一下 它是单数 比较多 可是有时候它也会是负数 因为它要看你把它当整体来看 还是当个别来看 好了没 所以单独如果这样讲的时候 大部分一定是负数 可是如果你今天讲说其他的东西 把它当整体来看 就像family的字一样 它也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负数 再来把话友这个字圈起来 提醒你 因为科漏字 其实会考的大概第一种就是转折语 所以转折语就是有点像连接词 那话友这个字它不是当什么时候 到了高中它反而考的都是相反的 所以像有些人住市区有些人住郊区 所以有人住海边 就管的很宽的那一种 然后第二个呢要不要把这个others的s 写个等于other people 记一下 others就是other people 或者是other students 有s就不要有people 有people就不要s 好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它的相反 叫做minority minority 就是少数 这个字minority 下礼拜要端考了喔 然后请你不要趴着 右手撑着 左手拿着笔 然后再来呢 因为第13个单字上到了vest 所以请你帮我把这个字顺便写一下 叫vast majority of something 指的就是绝大部分 就可能百分之九十几%的那一种 vst 搭配你的第13个单字 vast majority of something 指的就是绝大部分 好再来下面 第15个单字呢 叫sympathy 这个字叫同情心 它没办法数 每一个同心心 两个同心心 没有 所以把这个great 这个字拉出来 往后面写 记住喔 这个字当然平常是指伟大的 可是其实它的第二个意思呢 是相当地 地方的地 它不会拿来形容真正的尺寸 所以它强调的可能是大量的 所以像我们当然有些要去流量动物之家的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啦 那你们如果真的愿意 当然许假 自己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去 到时候放在物体计划 我们的报告里面也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适合 需要有一个先全班的活动 所以我们先全班的先去 之后你们要去的活动都ok 好再来下面 所以第二个呢 要知道的是你对谁表达同情之心 你可以用show 你可以用express 可是重点在这个字 叫做boy 你是对谁喔 不是to喔 我要提醒你就是他不用去 他用的是boy to show sympathy or somebody 就是对这个人感到同情 当然express也行 因为express就是表达 好再来下面 所以这个呢要备注的地方 sympathy 这个字 刚刚是sympathy喔 可是到了这个 还超上去 应该我相信 考试会考这三个给你挑 你一定要写sympathy 因为是这个单字 empathy 这个字叫同理心 可是有一个叫empathize 这个字是有同感 长得很像 可是意思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 一个是怜悯 一个是你可怜他 一个是你跟他感同身受 我们两个是同温存 同感 所以两个不一样喔 你要写清楚喔 sympathy跟empathy 意思是不一样的 好了吗 然后再写一个字 叫做emphasize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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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吧 这个字是强调 你要强调一个重点 所以我要强调的这件事情 就是什么什么 下礼拜一段好了 就这样 emphasize 好再来第15个单 那它的形容词叫sympathetic 这个字就是有同情心的啦 所以你要画的地方是这个介细词 就是对什么东西非常的同情 叫was truly sympathetic toward tour tour这个字就是朝着一个人 所以呢 t-o-w-r-d呢 你可以被注意下去对着一个什么什么的对象 好 第二个呢 在这个例句里面喔 帮我把这里加个who were killed killed 或是who got也可以 因为他们是被杀 所以他们是被动 那被动的话 就关带跟V动词一起留 关带V动词一起射 所以他们是被杀了嘛 所以因为这样这个话说攻击 死掉了小孩 好再来 所以形容词这个我就跳过 在第16个单字呢 叫minor 这个跟刚刚那个minority很像 所以呢 minor这个字呢 其实就是少数的啦 或者是轻微的 所以第一个要画的是这个 什么时候用到它minor things 人不可能不犯错吧 不过这阵子我听到的一句话真的还不错 是因为 靠脸吃饭不长久 靠不要脸吃饭天长地久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蛮经典的 所以有时候人的脸皮要学着厚一点 你可能过日子会过得比较开心一点 可是犯了小错 只要懂得改错 其实真的都没有关系 好了 再来下面 要画的是另外一个叫major 可是要请你帮忙major这个字背注一下 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叫主修 像你们现在都主修英文 所以I major in English 可是到二年级 你们不要忘记有五月看一下几号 31到6月4号 要正式去填你们二年级的第二语言 第二语言就是刚刚这个字叫minor 所以主修叫major minor是复修 所以你们一定要修第二外语 可是未来会不会你的大学说第二外语一定是你现在修的 你现在假设未来你已经想想我要修法文好了 大学会不会继续修法文 不一定啊 你可以修第三语言 可是我真的鼓励你们可以的话修西班牙语 或者是东南亚语系 至少未来你们的15年之内工作不用担心没有 所以major in English minor就看你的 好再来第16个单字叫frequently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字 就是oven 所以为什么加ly 你看它是fix 好吗 第二个来把travel guide换起来 就是旅游指南 CNN他们曾经报导过 你要死之前一定要去的100个地点 其中的一个在台湾 不只有两个其中的一个比较特别 可是我其实不鼓励你们去就是那个平息放天灯 CNN他们评比 因为那个拍照太美了 就其实在天快暗的时候 他们拍那个天灯飞上去 他们觉得外国人觉得 这个是你死之前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台湾做这件事就是要放天灯 可是其实放天灯是一个 不是很环保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要想你天灯放上去了 它总会火总会没有 那这个天灯怎么办 就掉下来了 那掉下来了那边附近 最倒霉的就住那附近的家里 常常就要去捡那些垃圾 第二个更可怜的是那边的树 里面的鸟巢 还有那边的鱼 因为他掉下来之后 把水盖住 把鸟巢盖住 很多的 很多他们去帮忙去捡垃圾的时候 发现的都是那些鱼 其实是已经闷死在里面 不要小看了 鱼在水里面好像没事 可是他们还是要出来 可是他们因为被盖住了 所以很多的鱼是浮在那个水面上 然后那个钓到那个树上之后 鸟妈妈没有办法去喂他们家的鸟宝宝 那些小baby是在鸟巢活活饿死的 所以其实他另类来说 的确也是不是很环保的一个东西 好了吗 再来往下 第二个 把这个which往前画 这个which修饰呢 并不是这个字 它叫飞线定用法 所以他指的就是前面这件事 所以这本旅游指南呢 有很多的英文会画 这一件事情 基本上which can be helpful when you travel abroad 所以有那种旅游必背100句 就去哪一个国家一定要背的 像我那时候第一句话学的日文 我一定问一句话就是 いくらですか 因为问多少钱 然后因为他讲的 我已经听不懂 对不对 没关系 他这个时候就把计算机拿出来 用暗的给你看 所以每一个国家要去的地方 我觉得第一个一定要先问 一定要先问 请谢谢对不起之外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问厕所在哪里 厕所在哪里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人有三级一定要解放啊 所以那种英文绘画一定要学到的东西 大概就是厕所在哪里 多少钱哪 可不可以便宜一点 可是便宜这件事情在欧洲就不要做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这亚洲人为什么都动都要bar一个 因为外国人中 他们没有这种文化 那形容词叫frequent 看到 好 再来往下 再来下面要抄的是这个 形容词这个 大概到动词了 想太快了 他可以当动词 所以你看到例句 the library in my neighborhood is the place I frequent most frequent这个字就是go very open 你去的最常去的那个地方 所以frequent这个字当动词 就是常去某个地方 好 那名词呢 叫frequency 所以这个字叫做频率 所以我们的频率副词叫frequency ever 所以从always usually sometimes ever never 到sealed 他们这些都叫频率副词 用的就是这个单字 叫frequency ever 好 再来第18个单字叫intentionally 其实拆开 你先画这个字 先画intention 第二个把al两个字关到 最后再一个斜线ly 所以这里其实是三个字 第一个叫intention 其实一个说起来应该是tention 不过因为intention这个字就是你的意图 所以intention就是意图 intention就是有故意的 那加ly就变成了字词 好了 再来下面把fuelin写个填写 我相信我们台湾人会做这件事 尤其你们常常在外面可能一中间 或是什么地方 常常有人拿问卷给你 你帮我填个问卷 然后填完我去送你一个什么东西 我相信你应该没有几个人 会敢填你真正的手机电话 所以这里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会give a false phone number 就是故意的啦 好了 再来下面 所以要抄的是他on purpose purpose是目的嘛 所以你有目的性的 相对的就是故意地 地方的地 然后deliberately 这个字看得懂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字其实什么时候用到 你们考亚思 这个字是亚思很喜欢考的单字 多译版的很少 全名一简几乎不考这个字 可是亚思很喜欢考这种比较冷门的字 所以你说亚思的成绩好不好 拿到5.56分 我说不太容易 因为他考的单字都是可能会比较 平常看不到的字 可是的确真的就有这些字 拿的相反就在前面加个un 就可以了 好 再来下面第18个 所以刚刚讲的 impension就是你的意图啦 打算啦 然后要画的是这个字 来把span圈起来 好了 然后往上 我写到这里好了 第一个in 括号 加安君 所以到时候考课诺诺 都不要说我没讲 第二个他用on 加名词 所以到底考on还是考译 你要看他后面的是动词还是名词 如果是动名词 下NG 请你记住用的是译 如果是on 大概就是花多少钱 好了吗 好啊这个大概就是人花钱 花时间啦 好再来下面 所以呢 你有什么意图 或是打算做什么事情 叫have intention of 你如果没有意图 就是have no intention 就是不打算 所以呢 这个字看得懂就可以了 好 再来第18 那段词呢 叫intent 那这个字就比较奇怪 他一定要to 所以把这个to圈起来 就是打算去做这件事 他没得加安君 他就是一定要去 所以经理呢 打算要完成 早一点完成这个计划 and he was sure let 好 第二个再把这个lan括号 他很确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this would turn out as he have planned 那个turn out呢 是写的结果 就是他相信了 就是一切都会照他plan 就是他照他计划的 一切照他计划进行 好的来 第二个intent的另外一个意思呢 叫做me M-A-B-A-N 我要登基你们咯 因为你趴着 我刚刚就跟你讲 用手撑着咯 好的来下面 那这个呢 不用抄 用time就好了 用那个no no disrespect what intended 看你要用哪一个 你可以用disrespected offence 或是harm 都行 这句话会用在什么地方 就大概可能你在开头写信的时候 你可能要问人家什么东西 那就可以先写这句话 让他们先知道是说 我不是故意的 也不是真的要刻意做什么事情 好 得来第十九个单字呢 叫constant 这个字就持续不断的 所以when I go on a business tree 来画go on a business tree 两个字 出差 超好用吧 中文两个字 英文要那么多字 好 第二个 把这个keep in contact with 画起来 一定要with 没得讲 那你是持续不断 你就加个constant 反正就是与谁保持联系 好的来 所以呢 他的另外一个呢 叫continual 写上去 第二个更特别 你明明他就是持续不断的 可是呢 他的第二个意思 因为你持续久了 他就变成一个routine 所以他的第二个意思呢 变成fixed 就变成固定的 或是恒定的 永远不变 没有到永远 反正就是大概就是不太会去改变的 所以f i x e d 或是continual c o n t i n u a l 好 再来 那这个constantly 就加ly 所以呢 就等于continually 刚刚你们写的continual 所以加ly 这是一样的 都加ly 形容词加ly 就变成不词 好的来 二十个单字呢 叫review 简单来说是say no 有时候say no 是一件很难的事 尤其你们这个年纪 你要去跟你的同学拒绝 我觉得太难了 可是呢 毕竟是非对错 是你们要自己去判断的 所以有些东西 你真的知道不ok reviews say no 这个真的要自己学着去去学习了 好了 Andrea's parents wanted to know weather 把这个weather写个等于意思 是否 那什么叫seeing anyone 其实就是跟谁约会 英文里面那个see 这个字除了看之外 其他另外一个意思是约会 就常常跟某人碰面 but she simply refused to tell them 他就是不想跟他爸爸妈妈说 你们现在交往可以跟爸爸妈妈讲吗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我又觉得诚实我也上策啊 因为你们这个年纪真的多看看也好 真的多看看我觉得是好的 不要现在就定下来咯 不要还没有高中毕业就闹出人命 拜托 不要做这种事 真的不要 好了第二个 写个deny 因为你自己都顾好自己 你要顾着小孩 妈呀 这实在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 因为到时候他哭你跟着哭 你觉得这是有可能 你不知道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 好吧一起哭吧 所以refuse to 记得就是拒绝 好再来 那他的名词呢 叫revisual 就是名字啊 就是say no 的这件事情 所以Thomasrevisual to 把这个to圈起来 他拒绝了这件事情 哪件事情 叫take part in 好了吗 就是他拒绝呢 参加讨论这件事情 这是动词哦 在这里 annoyed every group member 有时候真的大家讨论 然后叫他参加 他都不愿意 每次这样讲出来的东西 这个不好 就是意见一堆的那个都有 可是叫你讲意见 你们自己想就好了 有 你们现在一定有神队友 一定也有猪队友 不要说现在 以后更多 以后你们同事会更多 所以现在要选择调试 好的来 那第二个单词呢 叫process 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呢 你要画的地方 好了没 把这个turn into 把a变成b 我要把葡萄变成酒 怎么怎么变 是发酵啊 简单来说想办法发酵啊 就好了 好的来 那这个要画的是这个偏语 叫in the process of 在你的例句里面 应该会有比较多啦 就是比较常看到的是in the process of 就是只是正在进行 ok了 好的来 那当单词的时候 就是process 就是处理 大概都想到处理一些文件啊 或是一些资料等等的 可是要画的是这个字 来把这个text 写个花时间 cost 是花钱 所以第二个呢 把这个it 往下面画 因为真正的主词在这里 这是真正的主词哦 所以呢 你要去处理啦 那这种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是入学申请 大概都花蛮久的时间 你们到时候 选择有的话是三个啦 先三个 然后之后 填制约是199个 你不要说哇 199个好好哦 谁想要带第199个入取啊 那应该第一个就入取了吧 好 那第二次 二细他的动词叫加工 所以记得哦 加工这个字 他本身大概都是被动比较多 因为被加工嘛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个B.E.N.G 那这个B.E.N.G 你帮我写一下等于 It is 因为他前后同一个主词 Food的那个代名词是It is 所以可以变成B.E.N.G 好 第二细个大字呢 叫做risk 这个字叫做危险 或者是危机 那risk后面呢 帮我画这个字 来 把I.N.G圈起来 好吗 把这个字 I.N.G圈起来 所以这个犯罪呢 他冒着一个风险 就是being arrested 被逮捕的风险 As he went to see his children 有时候真的家人是最软的 最弱的一块 好 所以记得哦 这里 我刚刚教你们画在这里 risk后面一定加I.G 冒着什么什么的危险 一定要加I.G 可是什么时候用到2 冒着生命危险的时候 那叫risk once like to 这个时候你就是接着要去多这件事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加2 比较多 好 那为什么这里会有个什么 risk life and lean L.I.N.B.就是你的四肢 可能要被剁手剁脚 你冒着那个生命危险 四肢不见 然后生命不见的概念 所以这个risk life and lean 这个字呢 其实就是冒着生命危险 好了 好 再来第22 当名词的时候 好了吗 这个还好 就是setting a timer 就是设定那个计时器了 好的 来下面 名词的地方 run or risk code 按起来 就是risk加I.G 简单来说就是I.G 当然你可以这样去 你可以to加一个原型动词 他用的是run ok了好 然后呢 因为风险有高低 所以记住一个叫high risk 所以相反就是low risk 可是第二个叫做risky risky这个字就是冒险的 就是dangerous 我把最后一个单字上完 就好 好 明天记得把黄金三角带来 没有带的你要记得带 因为不然明天我会算在你个人的扣分 哎呦 再抽屉的就不要带回去了 第二十三个单字 没有这颗再上的东西 就是一种行业 所以industry这个字呢 叫做行业 那观光科 餐饮科 他们就是这里 service industry 所以他们现在被虐待 被骂 他们都要自己习惯 是因为未来的客人 澳洲来的更多 所以service industry 就是服务业 第二个把这个deal with圈起来 就是处理或是应付 所以我们不要当澳洲来的客人 我们要客客气气的 因为服务业其实也很辛苦 就是处理应付 好 那第二个意思呢 是工业 除了行业之外也是工业 所以呢 帮我把included圈起来 一定要记住 加ing的时候 就是一个介系词 如果是放在后面 你就动号 included 可以哦 两个不一样 included是介系词 就放动号后面 如果你是放在句点前面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included ok 就放在句文 不是动号 是句点 好 那形容词呢 叫industrial 就是跟工业有关的 好 没问题了 这样就到这边就好 上次行 好 如果 adhesive 谢谢大家